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我不需要你 但在处理超越自己能力的事物的时候 会把清单这把武器给请出来 现在我要给大家灌输一个新的理念 清单它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试想一想 如果你像上一个课时中 我所描述的一个清单控的日程那样 你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的大部分场景中 都在运用清单的话 情况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想大家现在一定还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 但我相信在学完我们的课程之后 这种生活可能也会成为你的日常 你也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清单思维为你带来的快感 就像我在之前的课时中说的那样 学习一项知识或技能 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或技能本身 而是改变原有的观念 因为观念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个枷锁 原有的观念不去除 新的观念就进不来 而没有新的观念 就不可能意识到这项技能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于清单这种简单 但却应该无处不在的技能 所以在接下来的分享中 我将通过形形色色的案例来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应该学习清单 培养清单思维 从而让清单成为我们思维或习惯的一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清单 因为在我看来清单最主要的作用 有这么一下四点 第一防止遗忘 第二规避错误 第三简化思考 第四建立规范 那么现在我们就通过具体的案例 来详细的说明每一点作用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作用 是清单可以帮助我们防止遗忘 在我刚上班的时候 作为一名职场小白 我没有任何的清单意识 我总是忘掉老板交给我的任务 甚至我都严重怀疑 自己是不是记忆力太差 还是哪根神经不对 各位同学 现在闭眼十秒回忆一下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在准备这个课程之前 我调查了上百位读者 超过90%的读者都反映 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幸运的是 这个时候除了忘事 这个问题 我还要解决的是严重的拖延症的问题 诶 忘事再加上拖延症 我的人生都可能被毁了 这有什么幸运的 嘿 你还别说 他们两一组合 反而成了我的幸运之心 因为当时我集中精力 想要战胜拖延症 进而学习了时间管理 在学时间管理的过程中 我运用到了清单 当时我就觉得 哇 一个小小的清单 完全就根治了我的健忘症呀 到现在为止 我的记忆力可能也没有得到什么提升 但是有缺陷不怕 只要你能够证实它 因为只有证实它 你才会去想办法来弥补 对吧 而我的弥补方法就是清单 对于健忘的改变 最直观的改善 就体现在我的学习上 几年前我读创了清单笔记法 我也把它称之为关键词笔记法 清单笔记法的重点在于 在学习或者读书的时候 我就用大纲的形式 记录下知识点的关键词 过几天呢 再对照这份大纲 对每一个关键词进行回想 现在只要是我使用清单笔记法 所读过的书 学习过的课程 我都能做到过目不忘 从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开始 我的阅读量与日俱增 每年阅读上百本书籍 我曾经在公众号上分享了我的阅读经验 有读者留言说 读书不再多 读了记不住又有什么用呢 但问题是 结合清单笔记法 我完全能够记住呀 不仅如此 从去年开始 我还发起了一年一期的阅读分享计划 一年为数签名读者 经读三十本干活书籍 但这位读者说的其实也没错 阅读的字和量 是两个缺一不可的维读 字是指你能否理解和记住 只有字达到了标准 量才是有意义的 对吧 而清单它帮我们解决的 就是阅读中的字的问题 当然这种清单笔记法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将会讲到 一项实验表明 对于随机的无序事物 人的记忆极限是五到九个单位 这就是著名的神奇数字 7加减2 而超过这个数字呢 大部分人都无法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 全世界大部分的城市的电话号码都只有七位数的原因 而且如果你是使用脑子来记忆代办事项的话 那么这些记忆就会不断的唤起你的模糊记忆 让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无法专注 因为这些模糊记忆会不断的被唤醒打断你 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用清单来记录所有的代办事项 我们再来说清单的第二个用途 规避错误 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阿尔贝斯山脚下有一个名为奥地利的小村庄 一天一位三岁的小女孩掉进了冰窟窿里 半个小时之后 小女孩才被救上岸 又过了八分钟之后 急救人员才赶来 他们发现这位小女孩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 她的呼吸已经停止 也没有检测到心跳和脉搏 除此之外 小女孩的体温也只有19摄氏度 她的瞳孔已经放大 对光线的刺激没有任何反应 这说明她的大脑也已经停止了工作 但是急救人员没有放弃 很快一辆直升机把小孩火速送往了附近的医院 在医院抢救了两个小时 小孩的体温上升了6摄氏度 她的心脏又重新开始跳动 这是她身上第一个恢复功能的内脏器官 而在6个小时过后 女孩的核心体温已经达到了正常人的37摄氏度 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抢救过程之后 这位小女孩奇迹般的活了过来 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之后 很多从业人员去这家小医院考察 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方法 让这个小女孩起死回生的 事实的真相是 这家小医院经常接到掉进冰窟楼的患者 大部分呢 这些人都没有了生命体征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医院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把急救的步骤 列了一个清单 为了挽救这个小女孩的生命 数十位医护人员要正确实施数千个治疗步骤 而这些步骤呢 又有太多的注意事项 比如在插入血泵导管的时候 不能把气泡注入病人的体内 要时刻保证各种导管 女孩敞开的胸腔 以及她与外界接触的脑集水液 不能被细菌感染 他们还要启动一堆一堆男伺候的设备 并且让他们维持正常运转 上面提到的每一步都很困难 而要将这些步骤按照正确的顺序 一个不落的做好 更是难上加难 在整个过程当中 医护人员没有太多自由发挥的余地 只能够完全按照事先理好的清单来执行 清单让一个拥有数十位医护人员的大型医疗团队 能够在快速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 在各类工作中有条不紊的各司旗帜 他们不需要思考 只需要核对清单 一步一步的执行 就不会出错或遗忘 而且即使是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类急救任务的新医生 只要拿着这份清单就能够快速上手 这就是清单的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知道 在全世界几乎所有追求高安全性的行业 比如航空航天 金融保险 医疗等行业 无不使用清单来核对所有的流程和待办事项 在我们的人生中 必定会犯下很多的错误 而这些错误可以把它分为两个类别 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 什么是无知之错呢 这指的是我们不知道一项知识或技能 从而无法解决一个问题 或错误的解决了一个问题 无知之错在大部分的时候是被允许或者被原谅的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能够通过网络获取到大量的知识 所以我们犯的错误正在从无知之错 向无能之错大幅倾斜 比如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一位手术医师 他知道怎么给病人做手术 但是却在手术之后 把医用剪刀忘记了 忘在了病人的腹肿 进而导致感染甚至死亡 这就是无能之错 他们通常是由于个人的失误而造成的 很多时候 这是绝对不能被接受或原谅的 清单帮助我们解决的就是无能之错 试想一下 如果这位医师能够对照 清单一一的进行检查 还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吗 清单的第三个作用 在于帮助我们简化思考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执行一件事的原理说起 当我们第一次做一件事的时候 所花的精力肯定是最大的 因为这时需要调动大脑当中最强大的思维系统 也就相当于电脑当中的CPU CPU的资源和我们的思维一样 都是极其宝贵的 而且思维系统来处理一项任务 它的速度也是最慢的 而当这件事反复被执行多次以后 这些思维会被存储起来 这就用到我们的记忆系统 以后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只需要在记忆系统当中去搜寻 这就像是电脑当中的硬盘 可以存储很多的内容 但执行的效率也不这么高 但最高效的 就是在无数次的执行一件事情之后 所形成的习惯 几乎所有的物种都会有习惯的系统 而不是像思维那样 只有我们人类才拥有的 这种强大的思维系统 习惯是存储在大脑中最古老的器官 基底核之中 只要事情形成习惯 我们再执行它的时候 几乎就是不加思索的反应 一位老司机应该在什么时候踩刹车 应该踩油门或者做什么操作 完全都是不经过思考的 对吧 这就是习惯 所以我们执行一项常规任务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从思维到记忆 最后升级为习惯的一个过程 形成习惯之后 所有的过程都是无意识的动作而已 那么既然负责思维的大脑资源 是极为宝贵的 我们就应该把它给解放出来 让它去解决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通常第一次执行一项任务的时候 是最困难的 但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难得的 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在第一次执行一项复杂任务之前 我会在脑子里先过一下执行的过程 然后把可能存在的步骤 列为一个清单 然后再开始执行 而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会根据真实的执行过程 来调整这个清单 当任务执行完毕 再审视一下这份清单 之后把这份清单保存起来 它就会成为我完成 这一类任务的流程清单 当我下一次需要完成 同类任务的时候 我不需要再思考 直接拿出这份清单 按照流程去执行就行 这既不用耗费大楼的资源 也不会因为缺少某一个关键的流程 而犯下大大小小的错误 OK 至于清单的第四点作用 建立规范 我们又开始讲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关于清单 如何拯救一家拥有众多粉丝的公司的 我也是这家公司的中式粉丝 我的大部分文具 还有很多的家具用品 都是这家公司的产品 这家公司叫做Muji 也就是无印良品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家来自日本的公司背后 有着一个神话 1999年 在经济极度不景气的情况下 无印良品实现了1066亿日元的营业额 净利润133亿美元 被称为无印神话 但是就在仅仅两年后的2001年8月 已经诞生20年的无印良品 面临着38亿日元的财务赤字 时任社长的宋锦中山 用了一个方法拯救了无印良品 这个方法就是清单 当时无印良品制定了两套清单系统 这两套清单系统被沿用到了至今 一套是用于门店服务标准的Muji Green 供店铺使用 它大概有2000多页 另一套被称之为业务规范书 供店铺的开发部门和策划部门使用 它一共有6000多页 正是这两套规范 从头到脚把无印良品所有门店的陈列方式 以及店员的行为规范 都做出了规范 使得所有的业务都简单化 规范化 在两套规范的实施之下 仅仅通过一年的时间 无印良品不仅及时回升 并且还创造了1620亿日元的销售额新高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如果对于重要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形成规范 是不是也能起到这样的威力呢 关于小小的清单 创造奇迹的故事 我们能够找到太多太多 小到工作和生活 清单可以作为一个 为大脑减轻负担的工具存在 而大到航空航天的事业 清单更是必须作为一个 避免重大错误的工具存在 甚至有伟大成就的人 无一例外的 都是清单的忠实拥顿 在古神巴菲特的合伙人 查理·芒格的《智慧奸言录》 《穷查理宝典》一书中 记录了查理·芒格 是如何严格恪守投资原则的 芒格他有一份 投资原则的检查清单 他在做任何一笔投资之前 都会严格对照这份清单 来检查即将投资的这个项目 是否满足清单中的每一项内容 他的这份清单包含了诸多要素 作为巴菲特背后的智男 查理·芒格 这位当今世界上最连迈的智者 是如此的相信清单的力量 他在书中写道 聪明的飞行员 即使才华再过人 经验再丰富 也绝不会不使用检查清单 但一些心理学教授认为 他们聪明到可以不用这些检查清单 可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聪明 没有任何人有那么聪明 再来一个例子吧 著名的摇滚乐手 大卫·李罗斯 他在每次签订巡演合同的时候 罗斯都会坚持在合同当中 包含一个这样的条款 后台化妆间里必须摆放一碗MM巧克力豆 而且里面不能有一颗棕色的巧克力豆 如果主办方没有做到的话 演唱会将被取消 而且主办方还要对乐队进行全额赔偿 各位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觉得 卧靠这明星耍大牌呀 但是罗斯在他的自转当中写道 我们的演唱会设备 足足要装九辆十八轮的卡车 工作人员一不留神 就会犯各种技术错误 比如横梁因为无法负重而倒塌 地板也会因为不堪重负而坍塌 还有舞台的门不够大 舞台置紧无法通过 所以罗斯才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小测试 书中继续写道 如果在后台放置巧克力的碗当中 发现了棕色巧克力豆 我们就会对各项装配工作 对照清单进行逐一检查 我保证会发现很多的技术错误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引发 演唱会现场的坍塌 不仅仅如此 在历史上曾经仅仅是靠清单 就让医疗事故下降了70% 而著名的战斗机B17 在刚刚问世的时候 因为操作上的复杂程度 曾让一名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牺牲 而制造这架飞机的生产商 波音公司也差点因此而破产 在这之后 波音公司仅仅是把这架飞机的操作步骤 列了一个清单 就完全杜绝了这类事情的发生 正因为如此 盟军才能够顺利的驾驶B17 并完美的发挥它的优势 从而对纳税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 最后 只有通过清单的方式 将流程明确为规范 才能在企业当中快速传达 富士康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线 很大概率 你正在用来听微课的手机 就是来自于富士康的生产线 因为生产量之巨大 所以随时都会有大量的新员工被调上生产线 而新员工一来就要快速的熟悉所有的操作步骤 如果这些步骤全都靠口头传达 效率无疑会很低 所以富士康的选择是把每一个步骤都列为一个清单 任何人拿到清单都能够快速练习并上手 而且还能降低错误的概率 各位 这就是小小的一张清单的力量 在这一刻时 我们的目里是希望让大家能够重新的认识清单 并重视它 小小的清单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应该是我们的思维和习惯 下一刻时开始 我们将进入正式的清单思维之旅 你准备好了吗